好 同样也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消息 来看到在八珠八霞的慈祭志工郑文才 15年来从环保做起 之后慈善访式也投入的不遗余力 虽然因病截肢 依旧心心念念复出 也在慈祭世界里头找到了一片天 单身的他独自住在疗养院 有法亲共同做好事 生活并不孤单 日前撒手人寰 享年54岁 留给并肩同镜的志工们无限的追思 一同做环保这句话言犹在耳 但人人口中豪迈爽直的牛仔师兄郑文才 气喘引发不适 在疗养院与世长辞 享年54岁 礼拜天的时候 文才跟他一起做防释吧 那天他精神还特别的好 其实他的心 他的心啊 都是在慈祭里面 当他的这个消息 也是一行的 没有办法接受 因为毕竟我们一路走来 这么多 其实在我的印象 文才师兄就是 每当看到不管是认识的菩萨也好 还是不认识的菩萨也好 他都会 就是看到人就是说实际 这一路走来 郑文才从2000年在马来西亚巴珠巴霞从环保站开始做起 隔年因脚伤和糖尿病失去一条腿 却仍把环保作为他站稳脚步的支撑点继续付出 他的骤然离世 法亲不舍 他虽然身体 身体还是有状况 但是他还是一直想说 他要为这个慈善 跟这个救苦救难的慈善的志愿 一直想说要来哭泣 我相信他很快就会趁烟再来 做个换个身体 做个快快乐乐的小菩萨 来接刺激的棒 大爱新闻 珍善美志工余秀娟 许中志林毅宁 马来西亚报道